一个游戏都提不起兴趣 这都已经五个月了 我是不是没救 专制电子阳尾 年轻人 我看与你有缘 这个无价的秘密药方 就十元卖给你了 这个冬天必玩的 十八大游戏盘点 到了十月 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游戏荒 一下子就变成了玩不过来的状态了 而且之后还有更多 于是我整理了二十多个 最近刚刚发售 或者马上就要发售的游戏 按照发售顺序 还有我自己的期待程度 排了个序 分享给大家 这个冬天 就靠他们宅家取暖 happy了 第十八名 乐高 砖块传说 这是很多年来 第一个玩起来 就像在玩真实乐高一样的乐高游戏 游戏的结构很像 奇诺比奥队长加桥梁构造者 分为探索和建造 探索的舞台 是一个个邪府视角的小场景 像房屋销售处的仿真模型 建造的部分当然就是拼乐高 帮有烦恼的乐高小人 拼出台阶 桥梁 飞机等等装置 这个游戏十月初已经发售了 玩起来还挺佛的 自己设计 然后叠出一座座桥 就像在现实里一样满足 而且拼完以后 游戏还会检验建筑的物理强度 要像真实乐高那样交错去拼 唯一有点恼人的地方是 不听话的视角和别扭的操作 放置砖块的操作 根本没法用手柄 有条件还是要在PC上玩 第十七名 指环王咕噜 游戏史上选决问题最大的游戏 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发售日 大概率会跳跳到明年 指环王咕噜 有PS2时代最好的画质 和对爬这一动作 前无古人的创新 一定会成为我花的最值的60美元 第十六名 瘟疫传说安魂曲 这个游戏的开发商说 他们想做跟最后生还者一样的 故事导向的游戏 虽然达不到偶像的高度 但我觉得姐弟俩的角色刻画 还是很生动的 瘟疫传说的故事背景 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 黑死病爆发的14世纪法国 剧情紧接着瘟疫传说无罪 继续推进 鼠疫的设定挺特别的 大群大群的老鼠发了疯的涌来 冲击力不是一般的大 加上弟弟拥有控制鼠群的能力 这个游戏绝对能让你和老鼠们 来一场史无前例的亲密接触 这次的安魂曲比起无罪 在玩法上进步很大 终于达到了可以玩的水平 有兴趣的朋友 建议看一下前作的视频 补一下剧情 不必自己亲自玩 第15名 歌坛骑士 红头罩 蝙蝠女孩 叶翼和罗宾 在蝙蝠侠死后 承担起保护歌坛式的责任 玩法是开放世界的 亲地图问号完成支线 收集装备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翻译过来就是 罐头游戏 游戏已经发售 看起来最大的卖点还是IP 好像成了第二个复联 虽然名字叫歌坛骑士 但它和阿克汉姆系列没关系 阿克汉姆故事的后续 要看另一个DC游戏 第14名 自杀小队杀死正义联盟 和歌坛骑士很像 自杀小队也是有四个可选角色 当然自杀小队嘛 鲨鱼王 小丑女 回旋标队长和死射 但玩法其实是一个 四人协作设计游戏 看着很热闹 自杀小队此次的暗杀目标是 超人 和其他被布莱尼亚克洗脑的 正义联盟成员 这下真成自杀小队了 而且闪电侠即使被洗脑了 看起来幽默感还在 很还原 很吓人 这个游戏是阿克汉姆系列的 开发商Rocksteady做的 我对他们 比较有信心 第13名 Harvey Stella 这是在上次任天堂纸面会上 公布的一车重天游戏里 最特别的一个 看起来像预算充足的 符文工厂结合了种田模拟 和幻想RPG元素 一边种田 一边拯救世界 预告片里 种田的部分展示的有点少 希望SE控制好平衡 控制不好也没有关系 可以直接玩明年夏天的 牧场物语 美丽人生 第12名 卧龙 苍天陨落 这是人王系列开发商 Team Ninja的 泪魂新作 看起来是三国版的 只狼RPG 细节上有自己的特色 只狼的看扑火变成化解 暗杀叫绝脉 击杀杀死自己的敌人 叫报仇雪恨 死就是一败涂地 不知道这一回 有多少个外国人 会因此多学几个成语 然后文在身上 游戏里的怪物 取材自山海经 有全程中文语音 还首日进入XGP 怎么说都得玩玩试试 第11名 狂野之星 狂野之星是 无双组Omega Force开发 EA发行的 类怪物猎人游戏 日本武士 打大怪兽 感觉是逃鬼传 转生到异世界 还学会了 堡垒之夜的造房子 木制建筑 拔地而起 协助玩家战斗 不过从怪物的超大尺寸 和玩家的移动方式看 狂野之星的手感 和怪物猎人 还是会有不小的差别的 我对这个游戏 最担心的地方就是 EA 他们肯定会想办法 捅一个大篓子的 第10名 大量的重置 Remaster 和移植游戏 尤其是这回来到 Switch上的好游戏 虽然不如新游戏来的振奋 但是绝对实在 这里面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 Switch版的双人成型 简直太合适了 Switch本来就很有 而且装机量也比其他平台要大 肯定还会有很多 没有玩过双人成型的人 会通过Switch 和朋友一起经历 这个难忘的体验 除了双人成型 接下来Switch上还会有 P3P P4G P5R 尼尔 尼尔竟然不是云游戏 还有无人生空 6年了才出 和师傅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 要摔Jolcon了 还有画面完全升级的 最终幻想期 核心危机重剧 SRPG的经典 皇家骑士团 只要没玩过 都是新游戏 第9名 霍格沃茨一颤 这绝对是最好的 哈利波特IP游戏了 目前已经公开了 相当多的情报 主角不是我们熟悉的 哈利波特 而是玩家自己 作为一名新生 来到霍格沃茨魔法学院 办理入学 分学院 上课听讲 学习魔法 跟其他同学social 不知道在魔法学院上课 会不会想要翘课呢 当然 你是不可能就这么 太太平平的毕业的 霍格沃茨的城堡 有太多秘密得你去发掘 还有哥布林黑巫师 会想尽办法 搅乱巫师世界的秩序 好让你言毙 而你就要用各种学到的魔咒 调配的药水 去战斗 解谜 拯救巫师世界 霍格沃茨遗产 绝对是目前哈利波特IP游戏们 能够体验到的 最逼真 最有代入感的魔法世界了 第8名 火焰文章 Engage 首先 有火纹的非无双星座 还是很令人兴奋的 短短几秒的展示 也能看出系统策略性很不错 三种武器的三角相克回归 还有合体记忆 但是看着这个Joycon配色的主角头 以及有点童话色彩的背景设定 我很担心Engage的剧情啊 我个人是不希望看到一个 非黑即白的世界观 或者很标签化的人物刻画的 毕竟是主题上的正统续作啊 Emblem Engage 第7名 骑鹿旅人2 作为骑鹿旅人的钻石粉 二代我肯定是比完了 HDRD的画面效果进一步提升 现在不是小舞台剧了 而是栩栩如生的像素小世界 自从骑鹿旅人这个HDRD出了名 很多游戏都在尝试模仿这个效果 Anyway 反正我已经锁定我的新任 复仇女神索洛捏了 你呢 第6名 死亡空间 死亡空间应该是EA献给世界的 少数原创优秀游戏了 原版发售于2008年 是生存恐怖游戏里的科幻经典 用比较粗暴的方式概括来说就是 生化危机寺 但是在太空 但和李扬不一样 主人公Isaac并不是一个士兵 而是一个工程师 没有李扬行动那么熟练 甚至他的武器也不是枪 而是切割机 太空僵尸也都是围绕切割机设计 弱点不是头 要切掉四只才能阻止他们 在一个个狭小阴暗的走廊里 迎击袭来的不同种类的敌人 思考不同的策略 并且管理资源 是游戏最有趣的地方 除了动作部分 游戏的氛围营造也非常棒 尤其是声音设计 总是能给你一种 这个空间里有什么威胁在蠢动的感觉 配合拐角的Jump Scare 给你带来一些难忘的恶梦 重制版使用了全新引擎 是比较忠实的重制 我要不是担心我这个幽闭恐惧症犯 我真想录一个实况和玩玩看 想看的赶紧按个三连 说到超人李昂 《生华危机4》Remake公布发售日了 2023年3月24日 画面和氛围全面升级 系统上的变化就不是很多了 李昂除了可以一边移动一边射击 他现在竟然还可以用匕首挡电锯了 第五名 马里奥加风兔 新药之院 我没有想到 马里奥和风兔 这个搞笑组合 联名推出的策略游戏的续作 竟然成为了近年来 预避最好的游戏 媒体评分几乎都9分往上 绝对的Switch年度黑马 因为前作长得太像XCOM 而被劝退的玩家 这次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了 新药之院的探索 战斗 移动 养成 都史诗级加量强化 很少有续作能做到这样 游戏10月20日已经发售 注意中文锁港区哦 大家不要像我一样 买错了 还得再买一份 第四名 贝尤尼塔3 这个2017年就公布的游戏 终于要发售了 虽然发售前还闹出点小风波 高速动作游戏的天花板 而且还是首次官方中文 我知道仅仅这个游戏 就是很多人购买Switch的理由了 贝姐这次可以变身 蝴蝶 龙人 蜘蛛 还能把这些恶魔 直接整个召唤出来 在旁边摸鱼 看怪兽打架 新角色 剑袭魔女 威尤拉 武器是五十刀 也有自己的猫恶魔可以驱使 看着也很帅 总之就是整个非常殆劲 应该会对得起大家五年的等待 哦对了 这个游戏还有一个变身 不报义的X战模式 方便了广大主播呀 第三名 宝可梦 珠子 阿尔宙斯超级惊喜的品质 让我对珠子又满怀了信心 往阿尔宙斯的开放世界里 加回传统的道馆和城镇 应该 至少 总得让内容更丰富一些吧 看目前的预告片 系统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珠子虽然没什么革命性的新东西 但总体用户体验和探索方式 都又有进步 可以四人联机 可以把神兽当摩托车骑 可以在野外让宝可梦自动战斗 至于剧情 还是幼儿园 画面 还是PS2 我相信一般人早就已经放弃期待了吧 反正骂完还得买 不如大家就在弹幕里面说一说 玉三家你们会选谁吧 我可能会选 润水鸭 第二名 战神 诸神黄昏 战神 终于要来了 诸神黄昏发布的预告片 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古典 都能激起我一身的鸡皮疙瘩 在前作里 奎托斯展露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父亲的一面 虽然是很生疏的父亲 但也在和战神的旅途中 一点点学会了沟通和爱 他们两个人在完成阿特柔斯母亲的遗愿的时候 也似乎瞥见了关于自己的预言 奎托斯的死亡 但是 引用奎托斯在预告片里的最后一句话 不反抗 命运才会束缚你 要做你该做的事 而不是命定之事 这次我们要解救提尔 一拳一个索尔 一脚一个奥丁 踏平九界 打破命运 迎接诸神的黄昏 战神排第二 还有谁能在战神之上 当然就是 全体起立 第一名 我是耶稣基督 公元2022年 我们终于见到了真正的神作 我是耶稣基督 游戏里玩家将扮演耶稣基督 治愈人的疾病 凭空变出鱼 在水上行走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看过几段非常粗糙的演示以后 我对这个人类史上 第一个耶稣基督模拟器 充满好奇 哎 阿X如果给这个游戏打4分 会会下地狱呢 看着年末和明年的游戏阵容 我感觉厂商们 已经慢慢的走出了 疫情带来的影响了 希望明年 大家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多沉迷一些好游戏 我们下期再见 第十三名 How is there I can do everything